好来看到北区 吉安湘圣南宫23号办理全台为二 严雕妈祖立临住驾 由县长立委副宽齐花莲服务处处长陈文清 吉安湘圣南宫主委吴建志亲自接驾 同时也祈求花莲和敬平安 台南正同路门圣武庙全台为二严雕妈祖 立严吉安湘圣南宫 23号下午副宽齐立委服务处处长陈文清 吉安湘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志 逢着严雕妈祖前来住驾 吉安湘圣南宫主任委吴建志表示 感谢正同路门圣武庙全体理监士们的同意 让严雕妈祖住驾在圣南宫来祈求花莲和敬平安 这次特别请到台南正同路门圣武庙的严雕妈祖 全台为二 唯一就在台南正同路门圣武庙只有一尊 然后现在台湾唯一第一次分林出来 就是在这个我们花莲吉安圣南宫 那非常的这个荣幸啊 然后能够来这个邀请到我们这严雕妈祖 来到立临驻驾我们这个花莲圣南宫 那是非常相当难得的机会 那因为这一次这个在雕刻这个严雕妈祖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传奇的故事啊 那在雕入一半的时候原本这个设计师原本是希望把这个妈祖的眼睛啊能够雕成凤雕 那第二然后他就先这个他不敢失智做主啊 他就说他先雕一半 那雕完一半之后 然后就 晚上妈祖就来找他了 说他希望能够这个慈祥威严 他不希望妩媚 所以他就 因此就把他的眼睛做修改 然后能够能够慈悲 然后度化众生 所以他不需要有那个那个凤眼就比较妩媚嘛 那所以那个岩雕师雕刻师就特别 然后就再把重新再照妈祖的意识来修正 有相当多的传奇故事 那这次特别很难得的机会 从台南这个开了这个200多公里 来丽临这个花莲圣南宫来住驾 那也欢迎特别 这个台南镇宏路门圣府庙 那也特别来这个 这一次也是 这个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个五教合一 那会这个岩雕妈祖 还有我们的这个文管三妈 吉安妈 然后这个有三尊妈祖 会丽临这个五教合一的祖坛 来做这个 这个 感党 希望能够 藉由这个法会的机会 然后 给我们花莲的县民 全国的所有的百姓 能够来做赤补的活动 那希望大家能够勇要来 踊跃的来参与 台湾全球为二 妈祖岩雕是结合吉祥的岩 以及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除了该座妈祖岩雕 将供奉在正统若门圣母庙大殿之外 圣母庙还开发中型的岩雕妈祖 提供了圣囊工分领以及心中的供奉 要把妈祖的慈悲庇佑 既是万民传播 扩展到全世界去 记得绢 见什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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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